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更加清静的大自然 早上快乐的在草地上奔跑 这里还有我们的小沙池和小菜园 地下室还有停车场 确保人人抵达安全 欢喜回家 存在万人的祝福 2018年3月17日 佛教慈祭教育中心正式启用 秉持上人的交之与礼 益之与德 慈祭教育是启发人人惠命的弹词 现在我要为大家介绍我教育中心的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整个形象就是佛陀手上拿着种枝 在种枝 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大地受损伤了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 这也是我们一直让孩子们知道的 我们要做环保 我们要爱地球 大家来猜猜看 大地之母后面的玻璃 是什么经 是 父母恩仲男报经 所以持继办学的两大方向 行善行孝 父母恩仲男报经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教学的纲要 每个月孩子生日 都会拿茶回家 奉茶给爸爸妈妈 感恩父母养溢之恩 每年的毕业典礼 孩子们演誉 父母恩仲男报经 在大地之母前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长寺会台 实际的制约体词让资公们 回来新年的家 在这里我们的会课是 全方位介绍房客 导览参观 连结 家长与老师的沟通 调量 接受孩子上下课 不动中 请听 恭畏 心灵 说法 传法 时时节好远 商人说 每一所建筑物都会说法 语境来说教 每一所学校都有触节的语言 你看 地板 墙壁 我们都是用竹来做的 这里是我们慈祭之业品分布全球126个国家的地图 希望孩子们 毕业以后 接回世界 开阔更广的市民 大家可以看看地图上的小红灯 代表着那个国家有慈祭 孩子们长大后即使去到外国深造 也能够持续参与当地的慈亲活动 还有益德爸爸妈妈的照顾与关爱 在这里虽然只提供幼儿园到中小学安亲班服务 但是 全球慈祭人接力使力 让人文教育完全化 环环相扣 棒棒相接培养人才 接下来 我带大家到下一站 我们的慈祭教育历史长河区 这座山脉有如慈祭的法脉 我们的法脉来自哪里 来自台湾 这山脉流下来的水 就好像灌泰着我们教育事业的法水 2001年 慈祭幼儿园与慈祭人文学校正式成立 慈祭除了有正规的完全教育 也深根社区教育的人文素养 开办社区人文学校 能让更多的孩子们 能倾斐人文 涵养品德 现在让我带大家到教育中心的二楼 幼儿园 欢迎大家来到教育中心二楼 慈祭幼儿园是一所提供全日制的幼儿园 以人文教育 品德教育 生活教育为主轴 同时提供了幼儿素食餐点 培育小孩子学习 感恩 尊重 生命 爱 慈祭幼儿园的教学特色为 禁师与主题校学 同时提供各种学习角落 迎合幼儿学习兴趣 此外 慈祭幼儿也将语文学习生活化 让幼儿快乐地学习英文和马来文 不论课堂教学或室外体能教学 都符合政府学前教育纲要 欢迎来到慈祭教育中心三楼安清班 安清班的使命是运续幼儿园的教育里面 那就是教育生活化 上人有说 命好不如习惯好 有好的习惯品格和人文教养就会好 为自己的好人员固好基础 安清班的使命是有一个家 老师如父母 同学如兄弟姐弟的相处方式 让孩子来到安清班 有如回到家 安心又温馨的感觉 只要孩子们自律完成本分事 就有自由去他们喜欢的工作方 所谓本分事 就是洗澡、吃饭、做功课 和温习等事项 孩子们了解了自己的责任 回到家 身为家庭的一员 也能协助父母承担家务事 欢迎大家来到四楼的社交中心 社交中心办学的理念 是亲子与一家人共学 欢迎爸爸妈妈和孩子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大家一起手牵手 大手拉小手一起来社交中心上课 教育中心秉承的台式 启发善念、终身学习、生活有智慧 社交中心办理的课程十分多元 课程设计都适合 亲子和一家人一起参与共学 如今疫情期间 槟城社交中心 目前只开放线上亲子课程 若学上人的词诗 每一个人心中有爱 家庭就会幸福 家家幸福 社会就能享和 这里是教育中心五楼 西侧礼堂 这里是东侧礼堂 一些大型活动、讲座会 都会在这里举行 也是菩萨召生的好道场 最后我们回到一楼 现在我带大家到静思小桌 让大家精心 慢慢品尝 请跟我走 欢迎大家来到教育中心的静思小桌 静思小桌 里面是静思 住我家 产品消费 自立自助 孩子和家长 时常都会来 购卖地 买我们的静思产品 环境 清静舒适 孩子或大人可以在这里 阅读 静心接引参访 大德地方 欢迎大家参回来